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23年12月8日的下午两点半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了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 12月的最后一个月 然后祝大家甜甜开心迎接2024年 祝大家顺顺利利 都会可以一夜包袱 那么今天我来讲一下 我是如何在哪里搜寻到我的空头任务 以及我去如何完成他们的 因为前几个视频 很多小伙伴会私聊我 会问我一些问题 他都可能指代的不明确 或者是教学不太 就不太仔细 那么我今天来大致一遍过下 我前几个视频我要做的一些内容 那么首先我从第一个任务开始 那么这是SoulQuest平台 相信大家就是在看我视频的时候 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样一个平台 他和Texon的话也是一个任务平台 那么除了你有这个通信证 通信证的话 我在那个视频就已经讲解过了 你如何去获得它 那么有这个通信证之后 你需要每天收集这样的一个 我称之为钻石积分 那么他这一周的话大概是49个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从 他每比如说500个 1000个或是5000个 是不是20000个 接受不同的投向奖励 然后带来不同的收益 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他最近是出了应该是发币了 你的这些钻石积分那就有实际的价值了 通过这种钻石积分来兑换他们的空头代币 那么任务的所有页面的话都在这里 那我今天是已经把那个做掉的 就是他们Space 任务呢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每天 我们一般不会从这里来找任务 一般的话是下拉在这里 我们会发现他最近是在做 这个视频 有印象吗 这个是我在前段时间做TouchFind和Post3的联合出的一个活动 我们这个应该是已经做完了 或者我今天是换了另外一个号 所以他显示没做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他是关注他们的推特 然后引用他们的推文 然后点赞 然后加入他们的Titlegram 跟随他们的Space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应该这个是关注 也就是参观一下他们的主页 然后这些任务都是相当于比较简单的 那么在做完所有的任务之后 你是可以有机会化 就是得到5的USDT的奖励 那么简简单单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任务之后 我们就切换到我下一个任务的地方 那么这个是Texal 平台Texal 我有专门出过 一起来介绍他 因为大家总说 我的背景介绍的很多 很杂 然后后期做任务又很快 我今天就告诉一下大家 就是背景我之前都有介绍 那么我就今天直接是从任务来开始 作为切入点 那么他这边也是一样的 活动 然后进行中 你可以看一下他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任务 有什么样的活动 如果觉得还是不是那么的有保证的话 我就可以先把任务先做下 你可以先看一下 那我从第一个任务先开始 那他是关注 关注这个 然后我们擦掉 然后转发他的推文 各位小伙伴如果想要后期关注我的一些空投信息 一些个人就是建议的话 那么也可以关注我的推特 我到时候会把链接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 那么他这里有显示到 就比如说是可以获得2000SDT的超升奖持 如果很多同学会发现这边是 不是同学 很多朋友会发现这边有个小动物 小动物是Xpatch 每日任务也不要忘记做 我在这里就不直接通过这个网页来登录了 当然他帮我跳转也没有关系 我从这个网页上登录也行 你会发现他这里有个小页面 之前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升级 一定要就是干嘛干嘛 他7G才可以接受那个功能 有了功能之后 他的宠物就可以挖东西 就可以带来收益了 因为最近现在这个宠物B 他好像一般开宠物开不出来 除了这个给你的50个 这是完成的任务 这是每个新手都会有的任务 这好像从日常这个宝藏当中开出来的 好像开不出来 一般都是吃的或者怎么样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一般喂养的 我现在都是我每天都在做的 吃的我有很多 然后农场是7G的玩法 对 然后注意要照看一下他 比方上的 那么现在是这个 我自己是有大概是36个宠物 就是宠物代币 也不是宠物代币 宠物币的就是 那么我们继续跟随在他的推特上 我刚刚说的已经有三个任务了 一个是socast 一个是takes on 那么还有现在我做的 还有那个xpatch的 就可以验证全部 然后他这边会显示我已完成 然后在有关上看一下此视频 所以在一开始之前的话 那么就需要 这边我已经就是点开来看一下就好了 那一开始的话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discord telegram 推特 甚至是油管视频 你都要打开 然后放置在你的后台 这样它可以方便跳出来 那么同样在做一些 有价值性的任务的时候 你的小狐狸钱包 也需要就是打开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注册 怎么使用 你可以看一下我上一篇 就我之前的一些视频 我有专门出过一期讲 怎么样使用小狐狸钱包 怎么样注册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今天就是已经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我核实一下 OK 然后再加入他的抬光 应该就点一下 你要点这个 点Jump 然后就OK了 然后把这个影片擦掉 然后核实 OK 然后点一下完全的 OK 他就说你 已经获得了相对应的积分奖励 那么你的奖金值是2000 你甚至可以刮分 那么他活动的结束的时候 他会自动就是抽奖 对 你到时候留一下就好 我们在做完这些任务之后 我们进行下一个 这个是搜快词的任务 然后之后我会在周一的 很早的时候 请大家那时候一定要关注 我这个games就是奥兹游戏 它是第四集的玩法 OG的话先是0.33一个 大概我每天坐下来 应该可以获得一份不错的主角饭 请那天晚上凌晨的时候 大概是 我应该出视频 然后剪辑大概两三个小时左右 你一定要关注 那个打起来就是 我研究了 我研究了很久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说英雄属性会有相克 它类似于是一个小时候玩的红白机 然后它现在是有一种回合制的 这种感觉 就比如说你选一个英雄 然后对方选一个英雄 你跟他对打 除了属性相对来说有克制之外 装备也比较重要 有些人可能开枪 有些人可能拿刀的 有些人可能穿盔甲的这种 说真的因为英雄吃太多 我还真的有一点点的 就做摸不透 对 而且他们也不太乐于分享 我之前有做过一次实验 我可以先把这个页面打开 开判时间是21日 可能有些人不太关注 大概是我用了 将近18位的英雄 然后去玩 好像都不太行 确实是 好像都不太行 没有找到这种属性相克的东西 OK 我们闲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玩下一个 那么这个任务是Quest Earn平台 同样的 从目光手机 这也是一个任务平台 这里有什么 加入什么什么 当然不是每一个你感兴趣 我觉得还是以感兴趣的项目为切入点 不要说每一个你都想做 每一个你都做 当然如果这个 比如说有什么奖励了 我觉得好像 做作也是OK的 我自己是有一个社区 社区在的 社区叫Deepbox 最近蛮火的 我就以它为切入点 我来做一下它的任务 可能这个任务已经过期了 因为这是我早先做的了 它好像又出新的了 好像 我们来check一下看一下 这个就很好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 跟随 跟随它的推分应该是 这个好像是确实是新出的 跟随 然后查掉 然后核实 然后继续下一个任务 不要管它 因为它因为已经做掉了 这个也是跟随 这个我本来就跟随了 这个Deepbox 我本来就跟随了 那么加入它的DAO 这个是我本来就是在那个手机APP 你用手机端会更加容易 这个是因为我本来也有的 它还在核实 我点了这个好像是没有反应 是怎么回事 加不进去了 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在这里的 那么点加入它没有反应 我不知道是网络响应动的问题 还是你手机端可以操作的 手机端可以直接加入这一个 然后你再从这里 就是来进行核实 再在这里来进行核实 没关系它就核实不出来了 它也会给你一个分享的链接 这里你再去操作一下 那好像确实是不太行 你手机端操作一下 然后核实完之后 你就可以这个点 你一定要点一下领取奖励 得到白名单的同时 获得一个会章 然后领取奖励 那么在后面 后面的话是兔子游戏 中文名字叫兔子游戏 它是连接的是 应该是你的UNICEF的钱包 然后具体任务都已经做完了 我这边已经点不了了 它任务做完后就 又能点了是吧 因为我已经有积分了 这里已经有积分奖励了 我已经全部做完了 那链接之后 那它确实是点不了 我刚没有说错 任务做完它点不了 网定你的推特 做完这些所有的任务 它在12月6日的时候 会连去空头奖励 那个时间点大家不要忘记 那么最终的是 我在前段时间刚做的一个任务 它是那个 Christia大学这个任务 那么它会每天出任务 在这个界面上 门户网站的权力帖子上 这里会出任务 但有时候你去看的时候 它这边是会显示 当前没有任务可以做 有很多小伙伴就问了 我把这个东西转发了 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 我今天已经操作过 我没事我给你讲解一下 你想想我这个 那我已经转发过了呀 我已经转帖过 我也喜欢过了 我也评论过了 那为什么就是 它这个积分是没有任何显示的呢 那为什么这个积分 是没有任何显示的呢 除了当赛季的这个点啊 它不显示的之外 它会保留你的碎片 然后会保留你的等级 这是它新出来的一个规则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你自己去点赞转发和评论 是没有用的 或者说有用 我只是我可能没有发现 但是真正有用的是 有人通过你的帖子 你转发的帖子 给你点赞 给你转发 然后给你评论 最重要的是 引用了你这条评论 那么它这里有怎么玩 最重要是引用了你这个评论 那么它是可以加分的 然后它积分的实时性 没有那么快到账 小伙伴不要着急 它没有那么快到账 它这个交互性做得很差 就是你这些任务 可能你当时就已经做掉 但是它可能要隔个三四个小时 或者甚至更久 那我每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它 什么时候会获得 我就大概看一下 比如说 我在今天十一点钟的时候 昨那下午 大概是在十五六点钟才去看 我会发现我这样的分数是有在家的 你去留意一下 特别是你真实粉数数比较多的 你这个东西很吃香的 我推特当中 我看有几个都是六十多几的大佬 六十那个钻石 那个碎片都多多拿去 碎片可以换十字奖励道 碎片合成水晶 水晶可以得到十字奖励道 这是有金钱价值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 大概有四个喜欢 四个转发 三个回复 一个引号 这就代表你是每天都有任务在做的 那怎么计算机 因为看你分数量的话 它会有个倍数来增长 这个是根据你自己来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靠这些 有没有人跟你产生互动之中 OK那边 这边就是我简简单单一天 我刚刚有说什么 我说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任务 怎么去筛选任务 我怎么去找你比较喜欢的切入点 我自己是有社区 所以我会选择用做tbox社区的人活动 然后也回答了之前视频出现在的遗漏问题 小伙伴怎么去做 然后遇到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我当中有讲的不太妥的 或者你还是不太懂的 你就直接留言 然后视频留言 你就直接发给我 然后我会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做 应该怎么样去弄 我跟你一起探讨 因为我觉得大家程度都会差不多 都是小白 都是在慢慢学的一个过程 学习永远是最重要的第一位 那你这样跟我一句 我也会切身实力弄 那像前一段时间 我打开这个兔子游戏 有人留言 他说为什么这个积分 为什么就是你绑定那游戏的钱包 那为什么他会提示当前的推特已经绑定 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些任务了 那我自己的话是打开那个钱包 然后把那个推特给登出掉 就是退掉 然后重新绑定 然后再刷新了 在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还是不太行 然后再隔了一天之后再去弄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个钱包已经做完了 那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登出来 我切一下其他钱包 那我这边这个任务也是做完的 对吧 所以你多尝试一下 那我的高 如果我自己来的话 我也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尝试 怎么样去做 那么在讲这么多的话 我觉得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实质性的干货 那么这是今天的加密货币的币价 那么比特币的话是43,000 43,435 然后这样的一个价值数 那么包括昨天也有一个消息 他提示就是说 就是比特币的核心开发者Luca 威胁要撤回比特币Olinos 他说明文是一种漏洞利用 他认为他们是垃圾软件的引起了一个问题 就当一个花花的公子的开发人员 可以继续改变他 那么比特币真的是去中心化吗 我们都知道Luca好像有八个老婆 对 我觉得最近应该是大家会被那个BRC20 Olinos层出不穷的这些新协议 然后搞闷了 好像有点难以理解他们这件事什么 不只要我就是来简单的告诉大家 我觉得我这次说完应该大家会有个心理 就是有个暗示有个印象 那么早在2022年12月 Cassie推出了Olinos的协议 他为每个从赋予的独特的序列号 并在交易中追踪他们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通过Olinos附加额外的数据 那么这其中 这其中也包括了文本图片视频等 那么这个区块链和比特币的消耗许可特性所决定的 那么在早期 Olinos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火爆程度 玩家在上面主要是创建NFT 那么交易量也没有那么大 创始人Cassie对他的追求定位 就是让人在比特币这条最古老最最古老最强的链上 储存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 那么直到在2023年的3月8日 发生了一个改变 一个叫DOMODATA 相信大家应该不太陌生这个人 只是我突然之间忘记他怎么读了 这个一名开发者 基于Olinos的协议推出了BRC20 你想到BRC20的同时 我觉得应该也会想到BRC20 这个是以太坊上的 那么BRC20的话 就是基于比特币的一个山寨币发行的协议 在BTC上发行山寨币 大多数人的第一感觉是很魔幻 是不是有点在开倒车 那么同时第一个代币ORDI发行时 那么UNISR这样的代打工具还没有出现 那么需要本地跑所有比特币的节点 所以有些技术开发者 他就抢到了先机 他获得了非常多的筹码 随着BRC20在5月6月10月和11月 然后两轮爆火 这个BRC20的交易 涉及了Olinos 其实一个大部分比例 这件事情让Cassie的话非常不爽 那么本身在发ORDI这个事情上 Cassie自己是没有任何代币的 然后创始人也不是创始人 就是BRC20的创始人 本人希望打1000个 然后作为一张 但是否有其他钱包的老鼠仓 这个就不太知道了 ORDI现在是越涨越猛了 那我刚刚也说了 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我也在不断完善指引 那我刚刚在说的那些问题当中 就话当中 我也在想就是BRC20和Olinos 它有什么样的联系 或者他们本质对待问题的区别是什么 那么我就会摆涂 那么它这边有说的一个就是 它是基于BRC20 BRC20就是基于Olinos 对于比较山寨币的发行权利 那么这里也有讲到 60岁老奶奶也很读懂的 PBCOlinos和BRC20的前史 那么在比特币上发行山寨币 然后很魔幻开到这 但当第一个ORDI代币发行的同时 很火很火 它这边有一些相对应的结论 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把视频的就是这个文章的链接 发给大家 对比来看的话 Olinos是无AR制 它本身没有发币的协议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BRC20 但当就是协议推出的同时 已经定义好了 ARC20代币的标准 以及更多其他的用力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人说话好像年轻的乔布斯 我等一下会仔仔细细的看一下 然后在视频的评论区当中会展开自己的话术 今天的视频非常非常的长 也很感谢各位的小伙伴一直听到现在 你们永远是我做的视频的动力 点赞加关注 下次下方不迷路 祝各位点赞的人一夜暴富 下一个招呼小话就是你 拜拜 拜拜